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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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啊 到外县市去通勤就业 排名第一 的城市 每个月的通勤费用 對於基隆市的年轻朋友來說 是个很大的负反 所以我想7月1号开始 基隆市民可以说是 慢慢的可以去体会跟感受到 这个准职辖市市民 在交通便利上面的 很多未来政策的方面 所以在这边要感谢 头市长 蒋市长跟张市长 还有中央部会 共同的我们来促成 这个对于民众有感的政策 那未来我也特别谢谢侯市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基隆捷运方面 未来要跟新北携手合作 要不但打通这个交通运输的环节 也要带来产业跟就业 也是我们基隆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旦实施这个1200 当初是1280 我们到底市政府要补贴多少钱 那个钱的金额其实老实说不低 但是我那个时候跟我们同仁说 再多的补贴也不能把它看成补贴 要看成是一种投资 这个投资是让我们的市民 我们四个县市市民 感觉到说鸡北北桃 就是一个不分离我的一个共同生活圈 同时把过去我们在公共运输上的投资 能够进一步发挥它的效益 所以看起来是不贴 事实上把这四个城市县市打造成一个共同生活圈 然后把公共运输的效益进一步发挥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这个观念 哎不错哦 前几年还是得到回响 哎中央也站出来 前几年中央一直没有表态 上去年的写止 中央说了 哎可以 那中央跟地方如何来合作 这就对 中央绝对不能分哪一个线线 而且中央的做法是希望 北部以外 中部以外 南部以外 都有一个公共运输的这样的平台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 公共运输 绝对不能单一来看 我们是要用平衡的 让大众运输成为 生活又便捷又便宜 又快 方便的 一种最重要的人民往来的一个交通工具 这个交通工具 不但可以带动我们运输的样子 也可以让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感到台湾 哇 真棒 一个业票 哇我可以在这里住一个业 我就可以用这个业票 好好在这里生活 所以业票它代表的意义 代表一个社会进步 代表一个世界趋势的景态 代表是一个环境的优化 更代表是 我们以人民的声音照顾所有人民 所以这个业票 一千两百元 即北北桃 在企业要正式来开始实施 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代表的是市民经济的照顾 代表的是一个 区域共好 更代表一个台湾共 更重要还有一个 让因为共好 让台湾更能够国际化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那前两天 我碰到AIT 楼村博和主席 我带他去坐台铁 从那个板桥车站 坐到细子火车站 到平溪放天灯 我送他一个礼物 我就送他 我们的业票 一千两百块的业票 哇 他很压抑 算算多少钱 四十块美金 少了四十块美金 哇 他很压抑 哇 连国道的特业 以及我们的捷运 又败着台铁的火车 什么样都可以做 他很压抑 哇 连把所有的公共运输 串联的这么好 又这么便宜 这是一个值得 让外国人骄傲的一件事 双倍1280定期票 107年推出以来 每月提供 三十万通勤民众 达成邮会 有效提升公共运输 使用黏着度 一千两百元月票推出 对四个县市通勤族 将会很有感 四个县市跨欲合作努力 期盼让民众在万物接涨的时代 感受到大众运输价格 不升反降的魅力 在这里来看 大稻城早期是民股产业的重镇 为了重现在地的风华 具有百年历史的大稻城 叶敬发商后 发起首届2023稻城时光记 将在迪化街北段进行百年来首次的封街 举办台日文创大街市集 结合在地商家与市集首作者 重现山珍海味的九家菜 邀请民众体验大稻城的文化盛典 为在迪化街北段有百年历史的 大稻城叶敬发商号 发起首届2023稻城时光记 让民众穿越时空 体验在地商家与市集首作者 带来的多元弥补赏宴 还有四十年前 一瓮要加十万元的九家菜 以及台菜鱿鱼螺肉蒜 从饮食文化认识大稻城的历史 南段是南北货 北段来讲原来是菜市场 从梁州街开始一直到大桥头 台北桥还没重建的时候 这一带就是菜市场 所以买菜一定到这里来 所以每天的食材到这里来买菜就对了 所以因为在北段这边 因为是食材还有米 这方面的一个产品都对了 所以在后期来讲的话 就比较没诺的对了 就在民众大概六十年以后 台北桥改建以后来讲的话 这个大桥头市场来讲 就比较没诺的 没有啦 所以说比较没诺的 那我们今天想办这个活动 也就是希望 用这个活动再告诉大家 在北段会重新出发 商圈 或重新兴盛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最终的目的 来谈谈以前的故事 谈谈未来的创生 怎么来做 第八街商店怎么再重新再出发 就对了 那这次我们特别选在百年的古宅 来举办这一次 百年的封街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介绍大稻城的米食文化 以及因为大稻城的米食文化 而衍生出更多的商业活动 因为早期这里是一个大稻城码头 那米食集散在这里 然后也进而带进了很多的产业 包括我们的茶叶 张老 还有南北货 还有我们的中药材 这些不管是输出或输入 都是在大稻城 所以也就召接了很多的贸易活动 那这些贸易活动就会 需要这些政商名流 就需要一些交际应酬的场合 那早期通常是用他们自己的私厨 私厨在他们家里来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招待贵宾 那时候我们称为这个叫官菜 因为通常都是一些政商名流自己的私厨 今天的菜很特别 这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一桌要卖台币十万块 十位贵宾 那三四十年后 我们现在去重现这些食材 当老师傅带着小师傅去买 这里的食材就超过了十八万 那当酒过三巡的时候 解酒的一个汤品 就是我们的柳皮雷肉酸 当你多喝了几杯了以后 想要解酒就要来一个热汤 那我们常听到的柳皮雷肉酸 这个时候就会上台 为期二十天的稻辰时光季 共分食农工坊 食音绕梁 食好稻辰 以及食来运转四大主题活动 内容包含食农教育讲座 原住民丰年纪音乐演出 食农漫步大稻辰 酒家菜 买菜烹饪体验等 展现大稻辰的多元魅力 我们常讲有两件事 很容易让人家感动 第一件事就是美食 我相信各位好朋友都一样 二十的美食记忆 会让你深刻的记住一辈子 然后另一个就是音乐 另一个就是音乐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第一个用美食来吸引大家的关注 吸引大家的胃 第二个用音乐的饗宴 来让大家回味五六零年代的时候的那些音乐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主题之中 也包含了音乐跟美食 是 我们业家来讲 原来在我小时候的队 大稻辰来讲 只要五月十三 搬到 搬到 出名头要大家都搬到 我们家这个场地都对了 大家看一下来讲 搬十桌 可以搬十桌 那是我小时候最好的记忆 五月十三 所以今年的五月十三 成王爷生日六月三十六 好 我们有一个笨拙的活动 我们都知道大稻辰 其实是台湾 尤其是台北 我觉得它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中心 那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中心 那它也是一个 可以吸引国际观光客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点 就是吸引力 它有很大的殖民吸引力 所以大稻辰大家都知道 南中北街 那北街现在大家所在的就是 大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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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北街又有 它是以 就是很好的文化 而且一路走过来 大家都知道 在大家的努力底下 这条路没有扣翻 所以才保持到现在的巴黎的一个正会 我就只能感谢叶靖八号 今天一百年 今年一百年 然后自己就是从民间 自己本身就发起要把 就是在这个北街 荣华再现 那实际上我觉得 其实已经有吸引更多人 而且我相信 它因为在随着疫情解封 会更多人 那对观光来说 我们就是好伙伴 大稻辰本身就是一个 中心 然后让我们整个台北 十二个区都发光发亮 2023道成时光季 于6月10号到30号 盛达登场 6月24 25日 将举行迪化街北段百年来 首度的封街文创市集 邀民众一同来感受 道成的时光之美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幽伦神古艺术总监 黄志群与导演刘若鱼 共同携手 从新改编2017年首演的《墨剧五色》 藉由与老庄对谈 再探东方身体与心的力量 结合坡墨画家柯淑林 影像设计王毅胜 灯光设计林克华等 《共同共创》 展现出幽人前所未有的 缤纷与斑斓 《墨剧五色》作品的出身 源自于艺术总监黄志群 对于书法家董扬兹老庄说 气势辉鸿的艺术大作 以及导演刘若宇 焦富恩师葛陀夫斯基 装作梦迪的叩问 结合颇彩画家柯淑林的画作 影像设计王毅胜 灯光设计林克华等共同创作 呈现出幽人前所未有的 缤纷与斑斓 那墨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 墨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但是墨加水墨分五色 墨其实本身就非常的精彩 因为它墨分五色 但是彩呢 它也是非常的独树一格 那今天呢我将墨跟彩交融在一起 产生第三个色彩 我觉得这是艺术家的生命色彩 因为这种交融非常的千知百态吧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那这次呢我真的非常开心 跟这么多位杰出的艺术家 能够共同的创作一件作品 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呢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呢 是让艺术的高度更提升的 所有的部门团队都融合在一起 然后大家觉得它很棒的时候 才会觉得原来多媒体做了些什么 对所以我在这里面 其实还是要很感谢左右这两位 对啊那个淑琳姐还有瑞宇姐 那尤其是跟瑞宇姐在一起工作 一直以来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就是 尤其是墨具五色 让我很难忘的一个经验就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在散步 对我们好像在一个山路里面在散步 然后我就说瑞宇姐看一下这边 有个东西很漂亮 她过来看了一下 她说真的我们往这边走走看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一点都不紧张 然后很放松的情况下 我们挖掘了很多 淑琳姐的画作里面的很多细节 然后把它放在最适合演出段落里面 那我觉得那彼此融合之后 就会得到一个 我觉得我们都很惊艳的一个结果 老庄说里面 他有某种 他在讨论一些事情 那里面呢 也相关到就是说我们怎么走我们的人生 这人生是某种 好像在虚无之间 可是在虚无之间呢 就是老子的虚无 但是呢 但这里头却有一种 一种力道 一种劲 你怎么去走这样子 并不是说我们就 我们就不走了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在悠的诠释里面 我们用了太极 也是想到 你什么时候发劲这样子 那这个 淑琳的这个波才呢 根本就是一个发劲的 他就是 一下子就是 他感受到那个状态之后 然后那个力道下去 所以那个彩末在出来的状态 真的是非常 像他讲的千姿百态 所以这就回到了一个 就是说 好像是 从这个老庄的里面 我们怎么回到了人生 他仍然千姿百态 那当然说这个事情 就像 这个 益胜竟然 竟然这个 当其实在现场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也 我们就已经很开心 很惊艳 是因为 他是 他是把他的波才里面的 那个画作的 哪一个 悬到哪一个角度 像他说 他刚形容说散步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因为没有压力的 他就散到这边走 他觉得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画作 好像是一个力量 我说 哎呀 刚好我们可以做什么 就是好像 你就在那个画里头 跟着他的画在游走 然后就完成了实体的人 跟影像的关系 其实每一个段落的 影像跟人的前面的表现 都是有关联的 嗯 我觉得这样的画作 实在是一种 我们叫做无心的创作 那反而有一种 浑然天诚 那从他的画作当中 我想到了老子的 一个 一段话 呼吸 谎吸 其中有像 谎吸 呼吸 其中有物 右吸 黎吸 其中有精 这样一句话 让我也对应到了 我们所谓佛法当中的 空有不二 一空一有 这样的境界 我觉得自古以来 很多的生贤的一些 经典 或是他们的谈话当中 不管已经过了 两千多百 两千五百多年 或是三千年 我觉得都同样的 影响到了我们现在 2023年版本的墨具五色2.0 除了幽人善用的古乐 铜锣 笛 销等乐器之外 为了加强身体的张力 特邀新加坡国家太极代表好手郑凯欣 与剧场人洪毅斌共同演绎 结合幽人团圆 常年休息太极的身体特词 展现太极刚柔病记 武器合一的身段 这一次的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真的把实体老庄说的事情的故事放进来 因为过去的幽其实不说话 最多就是我上去念几个诗这样子 但是呢 经过了这三年嘛 因为这三年当中 有一些就是疫情当中啊 当我们会在工作当中 或者要拍一些纪录片 就问到团人们的心情 他们就开始说大家的心事 说大家的愿望 也说了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看法呀 我都算觉得好像在优的作品里面 可以有更多一点人味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过去 我们去年重做的时间 与你共舞 我们就开始放进去了 那然后去年也做了一个作品叫《转山》 那也放了更多的团人们的一些语言 那这个作品里面呢 我也把这个诠释跟老庄有关的 这些诗词文具 放进去了角色里头 虽然不多 但是呢他好像跟人的距离就更贴近一点 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对团人来说 对打鼓跟打拳打坐的团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想他们一天一天再进步这样 经典末剧五色2.0将于9月22号到24号 于台北国家戏剧院 11月25到26号于台中国家歌剧院 12月9号到10号于高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展开八场的精彩演出 喜爱佑人神谷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网络交友真的要小心 一名笃信宗教的被害人 在社交软体收到诈骗集团假冒名义 物家好友被骗百万 被害人察觉有意报警查证 警方派员到现场埋伏 顺利逮捕嫌犯 全案依违反诈欺罪嫌 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警方在现场埋伏 当场查获诈骗集团车手 南港分局纠端派出所 接获被害人报案 日前在社交软体 物家诈骗集团假帐号为好友 诈骗集团成员利用被害人 笃信宗教 谎称自己不久于人世 想要把4000万遗产交给被害人 代为操作慈善事业 结果却是一场骗局 被害人流性男子平时笃信宗教 日前于社交软体上 收到诈骗集团假帽名义 物家好友 并假称与流南宗教信仰相同 谎称将不久于人世 预将新台币4000万元遗产 分装在行李箱寄给被害人 让其代理操作慈善事业 再以运传公司名义 要求流南汇款及面交方式 支付运费、海关费 新台币52万余元 诈骗集团得手后 实随之位 持续要求被害人加码 支付100万过关费 并约好面交取款 被害人察觉有意 报警查证 警方获报后 立即派员至现场埋伏 顺利逮捕犯险 全案讯后 依诈欺罪嫌 移送40地方检查署 侦办 所信被害人第二次察觉有意 报警查证 避免再被骗走百万 警方已经依诈欺罪嫌 将嫌犯移送40地检署 侦办 并提醒民众 诈骗集团经常在网路上 设下各种陷阱 民众如果有接获可疑电话 或是网路讯息 可以先拨打165 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 不要让自己成为 诈骗集团眼中的肥扬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全民大剧团实事舞台剧 丞相起风了 以喜剧挑战独特的网军议题 特别邀请各党派 四位新时代政治美女 演出剧中被霸凌的女团团长 头顶俏丽的粉紫色长发 身穿可爱蓬蓬裙 大跳性感女团舞 你没看错 她是台北市议员徐巧心 在全民大剧团 丞相起风了时事舞台剧中 颠覆呛辣的形象 饰演一位被霸凌的女团团长 在剧中还要扭腰摆臀 大跳性感舞蹈 让她直呼很有挑战 想说你们等一下 会不会问我政治问题 很开玩笑的啦 有鼠拍子啊 对对对 鼠拍子 然后还有 因为我们第一次上舞台嘛 所以像经常就是会 走一走就走偏了 就走到舞台旁边去 那我们要对中心 所以呢就记得说 诶诶诶中间在哪 然后往中间走一点 类似这样子 不会紧张 但是就是要在事前 尽量把台词啊 什么的都背熟 然后练好 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哦 跳舞啊 哦 跳舞啊 对对对 诶仔细看 我那个膝盖都OK了 我今天难得穿丝袜 就是因为我的膝盖OK 所以想说用丝袜遮一下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跳舞是对我来说 最困难的部分 你真的以为自己是CTO 每个人都要听你的 是不是 OK好啊 我现在走出去 然后把一不吃货 告诉大家 你非礼我 你觉得你还可以留在公司吗 随便 发生不留的相信 保险 儿子 我都要 明明空间 以前向主公去撤 成像起风了 故事描述由金钟市帝 汤志伟饰演的富二代 成立一家网军公司 透过网路操作赚钱 但没想到一次策略错误 导致女团霸凌事件炎上 剧中女主角由金钟奖迷你剧集影后林晨熙 饰演一位女骗子 除了要展现性感的一面 还要勾引对手演员凯尔 编导谢念祖更在剧中加入IMB诈骗集团 艺人假包等十四梗 贴近大家的生活引发观众共鸣 IMB啊 对 还有浩克啊 咖啡店 对 都有 今天才看到有个什么网红说 自己得癌症四年啊 就是假的 我还在想怎么样加进去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网路世界有太多有趣的事情 对 然后网军嘛 现在选举又这么靠近 有太多有趣的事情 包括巧兴在市场跌倒 我们都会放到戏里面 哈哈哈哈 因为有些演员就是他的工作量比较小 譬如说像汤志伟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 比较困难的工作交给他 没没没没 我还好 谢谢 就比较有点压力 否则太简单不好 对不对 还好啦 因为我其实平常也蛮关注时事的 所以汤哥这次会演浩克 哈哈哈 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跟全民啦 这个跟信念组合作 我们已经习惯 他常常就会不断的就给新的笔记 所以我们就要随时的接招 我们要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 我是派大星 哈哈哈哈 全民大剧团成像起风了 6月3号到6月4号 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三场 8月9月将在高雄新竹台中巡演 喜爱时事舞台剧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为了保护民众使用市售食品容器具卫生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15件每奈米类的食品容器具 及查核该产品的标示 查核结果有三件不符合规定 其中有两件的筷子验出甲醛 一件的杯子超标不符合规定 直清耐用的美奈米是许多民众 及餐饮业者爱用的容器具 使用上却有融出化学物质的疑虑 因此卫生局到量饭店 餐具贩售商店 五金百货商店等处进行抽验 总共抽验15件商品 并查核其产品标示 结果有三件不符规定 其中一件美奈加贺块 检验及标示不符规定 一件日风美奈块检验不符规定 还有一件美奈米杯子 标示不符规定 那这三个不合格的产品 包括就是 也有两个产品是 筷子类的产品 那另外一个产品 是属于杯子类的产品 那它们不合格的原因的话 那有分别包括就是 剪除这个甲醛的部分 那另外有的是在 在做试验的时候 那它会有蒸发残渣的出现 那另外也就是有标示不符合 现有的一个规定 那针对这些违反的相关规定的部分 那如果说是像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蒸发残渣残留 那它是违反的 是病容器具的卫生标准 那依法可以做限期改善 那限期改善之后 会再去做复仇 复仇还不合格的话 那就会依照死安法第17条的规定 那处3万块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那针对标示不符合规定的部分 那是可以依照死安法第26条的规定去做处罚 那这边也就是提醒 所有的消费者 在使用这些美奈米器具的时候 那应该要去注意一下它的标示 因为毕竟塑胶类的产品 它在温度的使用上面 它有一个范围 但你在这个范围内使用的话 那这个材质才会符合它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安全度 那如果你温度使用过高 也许它有的可能会溶结 那会有一些化学物质的溶出 那这个都会造成品质和安全上的疑虑 那在我们抽的这个餐厅的话 它所提供的这个供应商的话 是一个国性的业者 那这个国性业者 因为它还没有办法 很具体的提供它来源 所以还在做了解 如果它没有办法提供来源的话 我们会依照 三法第47条的规定 等于它规避我们的一个调查行为 那是可以除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购买食品容器具或包装时 应注意产品标示内容 选购标示完整产品 并依标示说明正确使用 避免以美奈米餐具 盛装过热或酸性食品 并避免使用紫外线杀菌 如有刮痕、物化、缺口、破裂 就不宜使用 并尽量以不锈钢或磁字餐具 代替美奈米餐具 您知道警察的勤务有哪些吗 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警察 在装备上有什么不同呢 警察要如何透过政务鉴定 找出真凶呢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与警察局合作 在台北探索馆推出 Super台北玻璃式特展 透过趣味互动的装置 及生物机震箱等工具展出 让您一窥人民保姆的工作面纱 台北探索馆一楼入口处的 大型互动萤幕上 小朋友化身警察处理车祸或抓小偷 二楼则可以进入犯罪现场 化身人民保姆透过各项激震 寻找真凶 或是在互动游戏中 帮警察着装及穿戴各式装备 这是由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和警察局合办的 Super台北玻璃式特展 由于台北市今年在全球424个城市评比中 名列全世界最安全城市第4名 观传局长陈淑辉希望借这项特展 呈现警察不分昼夜守护人民的心情过程 他们从第一线办案一直到他们如何去取证破案 以及跟整个扮演人民保姆的这一个角色 然后去守护全体的市民 所以台北探索馆在今年的第一炮 就是以Super台北玻璃式的一个特展为主题 馆内也展出不同类型警察的装备与工作内容 还有医化巡逻箱等 市警局期盼透过展览与民众拉近距离 让民众知道遭遇危急时刻要如何求救 保护自己的安全 创造出有温度的警政服务 我们的警察有包括我们的刑事警察 我们的交通警察 少年队 护佑队 还有我们的建议中心 包括我们目前台北市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任务编组 我们有看到无人机队等等这些 我们借这个活动来跟民众拉近距离 我们现在能够创造一个有温度的警政 特展中还展出只有在犯罪影集才看得到的 采证工具 像生物激震箱 指纹采集箱 及毒品药物 初筛检测试剂等 还有2021年成军的无人机队科技侦查工具 仅用无人机 这是生物激震箱 那它是在监视警察 他们可能在犯案现场的时候 会有一些指甲或是皮毛的采集器 像会有一些液体 它可以放在皮肤上面 那就会有一些生物的毛髮的吸取 记录指纹采集箱 那它比较特别的话 是像会有一些碳粉跟银粉 那就很像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它会用毛刷刷在那个物体上面 那它的指纹就会显现出来 开心的翻转找出八种不同穿戴类型的警察 或者是透过触碰萤幕 协助警察完成执行勤务时所需要的各式装备 这些互动游戏装置让小朋友直呼好好玩 警察叔叔或警察阿姨 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时候 他们出来都会准备什么 要来保护我们 他会带什么出来 墙 还有什么 头盔 他 盾牌 盾牌 还有呢 手盘 除了持续到9月底的SUPER台北波利市特展 台北探索管方面 也与台北市警察局方面合作 规划一场针对幼童的主题闯关体验活动 无常警察单位的参访导览 以及小志工也行引人活动 6月5号起陆续开放线上报名 想要一窥人民保姆工作面纱 体验打击犯罪英雄日常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长期的压力容易影响身心健康 如何调试压力相当重要 台北市中阵区健康服务中心办理输压料理课程 并将课程中营养师及民众创作的料理制成食谱及影片 邀请民众一起来制作料理并拍照上传 邻口长根纪念医院营养师与长者示范如何用巧克力骨片装饰甜点 不只过程输压 成品好看好吃也令人疗愈 为了帮助民众适当调试压力并活用输压食材 台北市中阵健康服务中心与邻口长根纪念医院营养师合作 办理输压料理课程并将课程中十道佳肴制成食谱 三道制成影片上传至中阵区健康服务中心官网YouTube频道 让民众随时运用轻松做出输压好料理 其实如果就我们营养师的角度来看 可能在压力的一个状况底下 其实我们有些营养师会消失的比较多 那其实我们就需要拔补足 那另外是在其实藉由租润的这个过程也许是一个 单调的操作过的一个步骤 但是我们发现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烹调技法 的确是可以达到身体活动 是帮助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这道食谱总共里面有十道菜 那就是分别示范了一个是前菜、汤品、主食 还有我们的这个甜品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然后其实组合起来它就是一道一套餐啦 那过程当中我们尽量选择的是一个 尽可能是挑选原型的食物 那但是呢因为烹调很方便 所以呢我们也会运用一些 比较稍微轻度加工的 让大家在家里面方便去做这个输药料理 因为输药料理我们也不希望说为了找食材 大家又变得压力很大 所以都是方便可得 可是我们会透过营养知识的搭配跟运用 让它都是变成一个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出款压力的一种 美味的一个风调 那今天在这里因为现场 所以我们跟美雪仪 就是拿我们自己示范的这个 叫做是疗愈小痕灾 那今天主要运用的食材 就是我们的奶酪跟我们的巧克力 巧克力那巧克力里面 大家知道巧克力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抒压的一种食材 但是美雪仪上次没有提醒我 要跟大家讲清楚要选对了 因为如果说我们选的 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大家也知道 都卫福部大概在今年 我们有规定规范那个巧克力 它必须是真正的巧克力 材料生的巧克力 如果说它是一个再次食品的时候 其实它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一个零食 零食类的这样子的一个食材 它含糖量太高 如果它的可可脂含量不够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 它是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商品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杯里面 除了刚刚跟大家提醒到的 有没有巧克力的多分类 那些抗氧化物质协助我们 稳定我们的情绪之外 另外其实不要忘记 我们的下面的奶酪是用牛奶做的 鲜奶做的 鲜奶里面还有丰富的一个钙质 它也钙本身也是一个 可以稳定我们神经质管的一个情绪的 很棒的一个物质 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主任余灿华表示 饮食是压力调试的辅助方式之一 欢迎民众跟着轻松做会好心情 营养师私房抒压好料理食谱 以及影片轻松做料理 根据台湾自杀防治学会 在111年的调查结果限制 我们大概有三成 30.8的民众 在工作还有经济上 会有压力 那其中也有29.8 是在日常生活也会感到压力 那剩下的大概有16.7% 是在心理健康12.7%在身体健康会感到压力 那这样的一个压力是高于109年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大概知道就是长期压力 被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压力的调试是很重要的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饮食啊 这个料理为什么会抒压 那我们看到这个饮食是由它这个外观 还有我们这些的食材 还有这个风煮的过程当中 甚至你在品尝 在味蕾享受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可以达到一些抒压的效果 为鼓励民众自即日起至6月15号指 制作影片内料理 并将成果照上传至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 LINE帐号的前100名民众 即可获得精美礼物一份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 根据阳光基金会调查 有42.9%的严损者 曾经因为外貌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因此在脸部平权日 推出IG FB的滤镜 邀请你我一起扎扎眼 翻转不友善的打量 放出温柔的视线 丽颜出身时鼻子一下到颈部皮肤 有着大片红色血管流 为此让丽颜在社交就业上遭许多不友善与挫折 但她一步一步学习各种技能 出国打工训练自己胆量 现在决定用自己真正的样子 经营短影音频道 并且拥有超过4000位的粉丝 丽颜也特别套上阳光基金会 在脸部平权日推出的社群平台滤镜 展现自信美丽 哈喽大家好我是丽颜 那这次阳光呢很贴心的呢 在IG上面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让大家呢可以去试玩看看 那上面的设计呢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病友 他可能在生活周遭上 可能会遇到上的挫折 比如说切切丝与上下打量 或者是刻意的去保持距离 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病友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事情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任何不友善的眼光 对我们病友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那其实希望大家可以 以一个平常心来看待 就像是我从去年冬天开始 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 就是我真的必须要一直遮遮掩掩的 面对社会大众吗 我没有办法很坦然很自在的在生活吗 我就是一直有这个疑问 在我自己的内心里面 所以我尝试开始用素颜的方式 在我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得到的反馈 也不全然是坏的 因为有人会对我打气加益 我觉得你很勇敢 你也很自信 那这自信 其实终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生活本身 你生活周遭的人 善待你 你同样也会善待身边的人 所以那我想呢 不光只是病友们 每个人都期待可以自信且自在的 呈现自己不同的美丽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呼吁 大家可以支持脸部平全5月17号 让大家一起来翻转目光 把不友善变成友善哦 根据仰光基金会2023 严孙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 有42.9%的严孙者曾经因为外貌 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以被别人多看一眼而感到不舒服 占73%最大中 对比本会去年对台湾民众的调查结果 会发现 20岁以上的严损者 因外貌受到不友善对待 是一般人的6.5倍 因此阳光基金会持续推动脸部平全 希望让每个颜面外观不同的人 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尊重和公平的机会 为了能接触更多的网络族群和青年朋友 让更多人来认识脸部平全 阳光今年透过IG FB 滤镜的趣味活动 邀请朋友们一起眨眨眼 用平常心和同理心 翻转不友善的眼光 有爱每张脸 根据阳光基金会2023 严损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 有42.9%的严损者 曾经为外貌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其中又以被别人多看一眼而感到不舒服 占73%为大宗 商友说 多看一眼是人之常情 这可以理解 而会被看到不舒服 往往是因为对方眼光带着负面 上下打量或者盯着看 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穿着打扮高矮胖瘦等外在特征 而获得不友善的目光 阳光期待在脸部平全日邀请民众一起翻转不友善的目光 温柔看待每张脸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集团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四县市首长齐聚基隆 共同推广体育活动 南美国县制体育总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和台湾城体育总会第三届的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今天来的成员很多 因为我们台湾体育总会里面 有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 还有四个议长 还有台东市长华林市长都是我们 还有十个议员都是我们体育会的成员 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我们南德县的喜朱瓦县长 还有我们廉江县的陈冠林县长都亲自到 而且还有台东的市长花林市长都亲自到 我们明天在基隆要办一个全国武艺展演 所以他们今天来开全国代表大会 明天顺便一起出席 因为我们基隆在全国二十个县里面 可以是全民提议的林同阳也非常谢谢谢国良市长 大力支持我们办理这活动 明天有六千五百人参加全国的武艺展演 希望我们基隆市的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观看全国各种跳舞 包括土光舞 岩基舞 太极拳 还有牌舞 还有楼梨球 很多很多的项目 希望大家一起来运动身体会健康 感谢全台各界全力来推动台湾的体育发展 透过多项体育盛事与活动 一起来推广体育并活络体育产业 带动各地的生机与发展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等你来看周六来自各县市 超过六千多名热爱跳舞运动的选手 齐聚在刚整建完成的基隆体育馆大秀舞艺 全国舞艺展演气氛热烈 画面上是基隆地方名人蔡富天的太太蔡卢桂美 今年88岁 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全身 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场全国舞艺展演 场边观众抱以热烈的掌声 今年的全国舞艺展演回为11年 再度回到基隆举办 在各界的支持推动下 共有六千多名选手齐聚基隆体育馆 以舞会友展现十多种舞艺的特色 112年全国舞艺展演 我们这次有楼梨球 运动舞蹈 原住民舞蹈 还有太极拳 中东地皮舞 瑜伽 排舞 土豪舞 新住民舞蹈 和活力健康舞 一共有十几下 而且我们来自全国八八金门 棚舞舞有6500多位选手 来参加全国五一展演 我们去年在花莲 千年在台中 今年又回来基隆办 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小外市长大力来支持 也谢谢我们体育署 大力的站住我们的活动 非常谢谢议会 还有鞋耳电场 让我们这活动越办越成功 非常感谢郑锦州理事长 承办我们全国的舞蹈赛事 那我们来这边看到 非常多的运动团体 包含我们楼梨球 太极拳兔 风舞等等 都一起来这边表演 齐聚一堂 除了有益身心健康 也广结朋友 那我觉得这代表着 我们基隆市城市的一个进步力量 非常谢谢大家的资源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 我也代表基隆市议会 全力来支持我们体育界的各项活动 我个人也是单项运动的主委 我们希望我们体育活动 可以在基隆继续蓬勃发展 这代表我们基隆有朝气 然后蓬勃进展的迅速 然后我们也希望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看到我们基隆的美 支持我们基隆 回回了十一年 我们终于五亿的展演 又回到了我们基隆 尤其是在这个运动场馆 是我们刚刚修审完成的 所以六千多名的选手 在我们这个崭新的体育场馆里面 展现了我们最大的运动动能 所以呢也期待 我们基隆市 其实是可以承办 如此大型的活动 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体育总会 我们镇里市长 和一年一年的承办 那也欢迎呢 借这个机会呢 各县市来到了我们基隆的 各位武林好手 各位运动好拳手 能够来到我们基隆 好山好水好风景 同时也好游玩 今天办得这么成功 我们要感谢很多人 尤其我们的全国政理市长 和市长 以及厂商 像随理厂商 这个武艺呢 这个运动呢 是非常花钱 还有感谢我们体育总 对这个运动有支出 如果运动搞得好 大家来共襄盛起 有的省了好多的健保会 这是个正面的 担任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 联合总会总会长 及基隆市体育会的 理事长郑景周 感谢中央到地方的全力支持 议长同职委 与多位市议员也亲自到场 参加这场隆重的五役盛会 现场并颁奖表扬 支持体育的各单位 共同促成这场五役展演 提倡健康的运动风气 也带动基隆的产业 与观光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魁为三年 周日在外木山 举行长泳活动 吸引了将近两千位的选手参加 加油 加油 因为我喜欢游泳这件事情 然后更喜欢长泳 然后更喜欢海的不确定性的冒险 很勇敢 对啊 他在水里都不怕的 但是我觉得我左边是教练 然后右边是游泳健将 我觉得他们比较勇敢 他们愿意陪我 真的很谢谢他们 愿意陪我圆梦这样 加油喔 谢谢 你们从哪里来 台北 台北 很勇敢的 因为他们想要游泳 然后就是刚好我在 也是在台湾就是 比较算比较会游泳的 所以我就带他们一起来 所以这些朋友是从哪里来 都不一样 就美国啊 都有 没有游过喔 没有 知道这个不容易吗 知道 知道喔 那你觉得说可能 最大困难在哪个地方 就是那个浪吧 就我怕有一个浪反方向 因为疫情睽違三年 重新举办的 外木山长泳活动 吸引许多爱好游泳的 好朋友来参加 场面相当壮观 来到我们睽違三年的 外木山长泳的一个活动 今天一共有大概 两千名左右的选手 来报名 感觉非常的壮观 外木山长泳活动 规划从 沐山奥救生站的 交岩区开始常用 沿着海岸到 大五轮奥底沙滩上岸 全程大约三千两百公尺 包括基隆市长 教育处长 民政处长 消防局长 警察局长 以及多位市议员 北关封管处长 还有台电协和八电厂等 贵宾都共同来为选手们加油 一起感受基隆的山海魅力 海洋赛事活动 的确可以帮基隆 带来很多的人潮 但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朋友来的时候 我们周边 可以有更多的配套 让他在赛事前 中后 都能够让他更享受到 基隆的一些 十一住行 希望他们能多一些 在地的消费 各专程注意 现在第一地真正永久 一定要准备下海 请各专程准备 123号专程 好好注意一下 一个大型海洋赛事活动 为基隆的经济消费增添活力 而活动幕后 也有许多无名英雄 默默为这个活动安全 尽心尽力 值得各界来鼓励 除了大会人员 救难协会 警察 海巡等 还有向消防局 特别出动 两架无人机 将画面回传 帮助救难人员 判断 永客的状况 来守护活动安全 记者 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到了 下瓶 dora estado 廢 管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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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视频 第一个视频